我做了伊美都九年 最初就是做二生化美容師 到做了一輪的生活美容師之後 我就想去自己晉修 那時候就讀了一個導師課程 教我的老師 他在香港開了一間分店的學校 主要都是教一些美容的項目 醫美開始盛行 自己都想讓自己多學一些醫美方面的東西 所以就去了一些醫美中心 做一些醫美治療師 包括理論、技術、採押都會比好很多 有時候有些比較困難的皮膚上有問題 就算你有醫美的儀器也好 但始終都需要一些高能量的治療 可能就涉及到有醫生 所以就開始加入一些醫美中心 是由醫生住場的 加入了某大型醫學美容的中心 那時候就被我遇上了鄭醫生 因為我在跟他一起工作的過程當中 大家工作的態度甚至方向都很一致 因為都知道鄭醫生本身 對患者很用心 而且他都會很疼客人 即是要客人的優先 甚至有時候可能患者都會覺得 這個治療我都做得很滿意 但是鄭醫生也不會說就這樣就停了 他都會在背後不停去鑽研 會的改變 可以令到患者的效果來得快一點 更加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我自己的忠詞 直到後來鄭醫生加入了V2H 這裏的時候 他都會帶你V2H去行這個石鹹的方向 所以就因為這樣就加入了V2H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做醫美很多時候都會有些down time 的情況 亦都很多時候是要經過這些down time 才可以得到end up 的回收 所以你可能都會在介紹給客人的時候 都很詳細去跟他說down time 的情況 包括他的時間或者可能要接受的情況會是怎樣 到之後可能發生在他的面上的時候 他又會開始煩惱和擔心他出來了 所以其實這個挑戰就是 你不是單單去告訴他 treatment 的好處那麼簡單 而是你在過程當中 除了要告訴他down time 之後 還有一個同理心是同時一起行的 你才可以令到客人 每一次遇到這些down time 的時候 都不會去害怕或者去擔心 可以因應我們設定好的schedule 然後繼續做療程 達到我們當初可能想要得到那個預期的效果 色斑眉或是眉毛問題 化妝都經常勉強遮露 但去到鬆弛怎樣化妝都遮不了 所以我都會比較喜歡Furdy這些 可以做一次keep 1年 以及有一個收隱提升的效果 而這個效果亦都非常顯著的 因為現在醫學美容都發展得很快 但以前其實 自己可能集中的Vision 去解決面的問題多些 但其實他們可能是body 或者是私物處理 都有一個問題 可能想改善的 所以都希望可以多方面的發展 可以越早去幫到他們不同的方面 所以我們現在的情況 我們現在很理解 好幾天 完成了 我們很快要在一起 都是一位 我們一位 可以進行 真正的 我們要用力